好 接著我們來看就是來自台灣的淡水行天武聖宮的濟宮伯佛 在南加州舉辦紅髮大會 不只由女貓王黃曉玲老師獻唱歌曲 活動最後還捐贈了9600美元 給三家美國的慈善團體 場面溫馨感人 以優洋的音符展現優美舞姿 透過來自南加州舞蹈學院的精彩表演 讓整個活動一開始就有仙氣飄飄的美感 緊接著還有女貓王黃曉玲老師 特別為活動首次獻唱自創曲《濟佛慈悲》 真情真信打動全場來賓的心 獨一無二的開場後 全體來賓起立合掌 恭迎濟宮伯佛 玄為法師入場 要用最淺簡易懂的方式把佛法傳進全場來賓的心 尊奉我們濟宮伯佛師尊的指示 我們來南加州 感覺南加州這邊非常好 氣候也非常好 然後我們這次來也主要來為我們南加州 還有我們全世界的這些人民 共同來祈福 祈求風調雨順 然後國泰民安 人心一切祥和 清靜 獻送佛拜後 也許指出七聖佛以後 隨風助詞向佛法資料 方便來賓隨時隨地都能修佛法 主要有四句的聖祭 然後我們很多弟子念誦了之後都很有感應 那就是南平聖山祭佛尊 智仁智德大慈恩 聖尊慈光降凡塵 救度眾生轉法輪 並念南無濟宮伯佛佛 這個聖號 我們專修的是以南無濟宮伯佛 南無濟宮伯佛 以這個聖號來做修辭的動作 傳授生活佛法外 迎接農曆七月份 民間俗稱的鬼門開 宣揮法師更開示 民眾不需恐慌 重要的是心中不忘 活在當下 佛在當下 始終有開示 就是鬼是以前的人 我們現在的人是以後的鬼 所以就是在我們心念的轉變而已 然後在民俗方面來講 我們盡量就是水邊 吸水的時候 我們盡量自己要小心一點 然後一心來念南無濟宮伯佛 我想都會把一切障礙都能消除 佛法是這麼的好 那知道人又這麼的少 那誤解又這麼的多 那我們可以透過濟宮伯佛他所傳的真法 讓我們找到人生的真的意義 也找到人生正確的方向 活動最高潮 宣揮法師還代表行天武勝功 分別捐款三千兩百美元 給包含市帳 身心障礙等三家非營利組織 總計九千六百美元 同時也感動弟子 鼓勵與推動台媒兩地的文藝交流 洛杉磯這邊可以跟我們台灣 特別是彰化來結合 彰化台灣有很多結束的藝術家前輩 他們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可以安排他們來洛杉磯地區來展出 來跟大家分享 勉勵來賓雖然生活上會短暫的忘記快樂 但卻不知道快樂始終在另外一邊等待 因此最好的態度 就是從文思修三處著手 實施感念技工活佛 進而好好活下去 做自己的活佛 東方新聞 葉勇志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